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601集 血丹 杨艳南南说道 原来血涂三千里的地点 是楚州城 楚城 突然一声暴吼 大理寺城跪倒在地泪水汹涌而出 楚州三十八万人口 三十八万条冤魂 曾管大风六百年 未曾有人做出此等暴行 文官 文官要回京谈何怀王 至此方救 他握拳用力地锤打地面 啊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 刘玉石嘴皮子颤抖 他怎么敢 他怎么敢 身为大风亲王 他受北京百姓爱戴 受百姓凤阳 他如何能对这些无辜百姓下手啊 怀王死不足惜 死不足惜 陈捕头 双目赤红握着刀的手不停颤抖 杨艳看着他们微微动容 这些文官油滑鬼祟最爱勾心斗角 但他们并非彻彻底底的道德沦丧 内心还有着圣贤书熏陶出的情节 既坏又好 陈捕头咬牙切齿 怀王他究竟是想做什么 可能要晋升二品 这是我的猜测 晋升二品 大理司城两名御使 以及陈捕头吃了一惊 如果 如果怀王真的借此晋升二品 那即使我们把此事曝光出去 上手贪劾 皇上会讲罪吗 出宫里能处置怀王吗 二品武夫是什么概念 大方已经三百年没出过二品武夫了 放言九州 二品武夫都已绝技 至少北方蛮族 妖族是没有二品的 怀王若能晋升二品 那么屠城还是罪吗 就算是罪 谁有能力惩罚他 恐怕陛下和诸公 只能捏着鼻子认下来 而一旦陛下和诸公妥协 就算是奸政 也只能以大局为重 用三十八万百姓的性命 换一位二品 值吗 非常值 刘御使 刘御使 深吸了一口气 怀王若是今生二品 我便血剑金鸾殿 以死明治 陈捕头沉声说道 没人能阻止他了吗 北京 谁能阻止朕北王 杨炎摇头 北京之中 还有谁能比镇北王更强 没有了 谁都无法阻止镇北王 楚州没有人能成为 镇北王晋升的绊脚石 谁都不行 师团不行 江湖武夫不行 他们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镇北王晋升 陈捕头突然说道 我突然惋惜 徐切安实力不够 等众人看来他自嘲 以前 我嫉妒他在佛门斗法里 明传天下 嫉妒他在天人之争中 力压道门杰出弟子 大出风头 可我现在 只恨他修为不够 因为如果是他的话 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甚至现在 已经对怀王拔刀了 对吗 杨金罗 众人齐刷刷地看向杨燕 杨燕有些恍惚 不知想起了什么 他窥探的语气说道 卫功说过 他最大的缺点 就是逞血气之用 不管是当初刀斩上级 还是在云州独挡叛军 是啊 那个男人是个滚刀肉 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痛恨他的文官们常说 此人迟早会为他的脾气付出代价 可是有时候 却正是这样的人 成为他们心中的救世主 成为他们希望在某些时候 振臂一呼的那个人 刘玉使南南说道 先慌他错了 如果大凤真的有一位虎国神将 我觉得是徐其安 而不是怀王 可惜他还只能尚未成长起来 大理寺城露出恶狠狠的表情 本官现在违约满足破城 斩了这北王 如果大凤无人能阻止 那就让满足来吧 血丹 青色巨人望着城内天空 望着那一团巨大的血球 眼里闪烁着贪婪之死 以数十万人口的生命精华炼制的血丹 对于强化自身的武夫来说 是冲关的大补药 即使无法冲关 也能让实力白吃肝头更进一步 这枚血丹得手 他就有把握在一家子内晋升二品 而如果血丹被镇北王得到 对于蛮子来说 意味着边境多了一位二品武夫 已经不是眼中钉肉中刺 而是致命的威胁 山海关战以后 满足的二品高手陨落 中高层强者也损失惨重 北方妖族亦然 原本有两位三品 而今只剩一条主角 北方妖族和满足联盟 急需一位二品高手的诞生 来得恰到好处 镇北王 你这血丹是专门为我做的嫁衣吧 极力之鼓大笑 镇北王嗤之以鼻 你没这命 两人说话的同时 刀刃不停碰撞 每一次短兵相接半空都宛如惊雷炸响 冲击波连绵不绝 让城墙上的士兵 城下的骑兵 误以为自身海啸之中 稍有不慎 就会死于三品强者交战的余波中 破城 极力之鼓咆哮一声 两丈高的青色身躯跃起 地面轰的一声 坍塌出直径数十米的深坑 空中的青色巨人 把堪比门板的巨剑高举过头顶 嗤的一声 巨剑击射出数十张长的刀剑 豁然斩下 这道晴天剑刚宛如开天辟地 他崭落的瞬间城墙上的士族 城墙下的蛮族骑兵 双腿战战兢兢 失去了战斗力 能站稳便已是豪杰 这是对力量的畏惧 最原始的畏惧 墙体发出砰的一声 碎石击射 蹦开一道始于城头 终于城下的裂缝 给我破 极力之鼓大吼一声 剑刚气息再强几分 轰隆隆的 城墙再也支撑不住 出现小规模的坍塌 不幸身在那一段的士族 惨叫着坠落 被碎石埋葬 杀进去 夺血丹 蛮族骑兵们士气大振 城头的士兵搬起准备好的 雷幕 巨石 箭矢居高临下的攻击 阻扰蛮族冲击裂口 另一边 石红色的巨蟒 见到血丹 在天空凝聚 瞬间发狂 独眼射出一道道金光 冲击城墙法阵 打得墙体不断崩裂 妖族大军却陷入了困境 他们不但要面对 来自城墙的攻击 还得面对死去铜板突然挺尸 统击队友的操作 真狠啊 为了这门血弹 屠杀整座楚州城 朕北王比我很多了 我不敢这么干 我北方妖族数量有限 舍不得 巨蟒口吐人言 发出嗡嗡的冷笑声 他似乎并不着急 保留着战力 持续轰击城墙法阵 与暗中的巫师纠缠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